要理解雙方差異,放低個人得失 如果說的是民建聯,你會怎樣看呢? 你可能說見怪不怪 但如果說的是羅冠聰,你又怎樣看呢? 話說英國早前有示威者疑似中火 曼徹斯特的真香港人協會在社交平台強烈譴責 就說有人在街上放火和破壞公物 批評這個舉動既不能光復香港 亦會令本地英國人對於香港和離英港人 產生壞印象和造成討厭、弄厚反駐 然後有網民發現在Google map的街景上 看到該處2020年的相片拍攝時 那個公物已經損毀了 質疑那個協會是抹黑遊行人士 港門HKAID發聲明 就說曼徹斯特真香港人協會 以三言兩語發聲明誤導公眾 他說當時獲警方許可下在中國城遊行中 一共焚燒五面中國的國旗 並非該團體所指在街上到處放火 他們表明確認10月1日當日的行動沒有公物被毀壞 還只是點燃中國國旗其他物件沒有被點燃 每面的國旗焚燒前的三分鐘前都會通知現場的警方 所以萬協的指控在事實上是不成立 至於亂拋垃圾 港門就說多次詢問警察 警察認為樓下清理將會延長示威對該地區的阻塞 交由市議會執拾會更加合適和有效率 當地警方認為集會後不應該留下清理遺留的垃圾 也希望盡快令行人路復暢通 港門調每次集會後都會安排清理現場 只會留下譴責的聲明和制製的物品 他最後說我希望日後香港人能夠減少批判 希望批評 希望凝聚人民集中思考如何為香港民族帶來希望 看看就有一位 這就是港門組織的聲明 引述的報道 看看既然有一位疑似是前深水埗區區議員李文浩的網民留言 他說什麼呢?就說萬協說你搞什麼? 燒之匪奇會破壞別人的印象嗎? 動一下就覺 我勸你們不要出聲會好一點 不是想罵你們 不過如果你覺得負面的話 出了聲就會令到情況更加差 不是有沒有需要 說很多都是沒有需要的 而我覺得燒那支垃圾是沒有問題 亂出分化聲明只要益了對手 對件事沒有益 老實說我印象中 國旗的國徽法禁止網上侮辱國旗 之前某議員就說 居民丟垃圾暗封的國旗是垃圾 可能我不知道 我不是法律人士 我猜也可能是踩界 但是現在公開地留言是燒匪奇和垃圾 我不知道他的言論有沒有犯到國旗國徽法 但是另外 前香港眾志成員羅冠聰又跳出來為事件降溫 他說什麼呢? 他說老實說 過一年多 在倫敦他不斷地探索自己的新崗位 認識自己的定位很重要 過度投入在已經很多朋友經營的範疇 邊際效益下降都沒辦法做大個餅 至於同一個範疇有不同的朋友敦點 大家應該多了解協商 自然最好 或者大家會來自不同的背景 或者在不同時候入到英國的環境 香港的政治運動 對於什麼行徑可以爭取英國的支持 自然有所不同 合得來的當然能夠團結合作 當然是好事 來到他方要融入爭取曝光 已經不是容易的事了 他也說每個矛盾背後總會有一些誤解 或者可以避免衝突 他一直相信溝通的力量 他也相信即使有些情況無法調和 身處在同一個民主運動的各個力量 最起碼要理解雙方的差異 放低個人的得失 避免令到運動的內部矛盾 上升到要公開攻擊對方主要矛盾的層次 他也說到如果真的合不來 最好就是要嘗試放開心懷來思考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困難 是個性、政治理念 還是那些人不可以相信 他也說到 可能大家會很緊張香港人的形象 又要如何適應這個水土不復的政治宣傳環境 但是要適應環境之外 大家都要習慣在沒有這個巨大的政治運動的卷動中 各方各面的不安和嘗試 可能有些事情就不會像你的預期一樣 他還說 世上就沒有舊世主 也沒有唯一的正確道路 要適應自己的內心 要成就事業 要有海立百川的決心 聽完我也有幾種想法 第一就是 去到英國獲當地警方許可 焚燒中國國旗 又說信問警察 看看垃圾如何處理 這些就是警民合作 反而我想問 這次活動有沒有申請集會許可 第二就是羅冠聰說 相信溝通的力量 認為身在民主運動要理解雙方差而放低個人得失 這番說話 好像又是傳統泛民以往跟一些激進派說的話 為什麼你又說得 你對不得住傳統的民主派 好了 你又說要適應可能是自己的內心 要成就事業 要有海立百川的決心 我想問 為什麼以前跟建制派交手的時候 你又沒有海立百川 其實整個反修例運動 很多人說警察吻滅人性 但他們有沒有問到自己 自己有沒有變相鼓勵了暴力 放棄了道德底線呢? 如果有 其實他們也不能好去哪裡 當我們看到有店舖被營毀 有人被磚頭扔 有人被火燒 好像什麼事都沒有 還說那些是特技 打破店舖是警察派來的臥底 香港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冷血呢? 退後一百萬步 假設警察 我強調是假設 警察不對 邏輯上也不等於你對 因為可以大家一起錯 香港犯政治法最大的問題就是 只要打上黑警 中共的同路人 那些理解雙方差異 放下個人得失 死者偉大的價值觀 全部都用不到 因為你是對家 不是自己有 然後 只要你打上民主同路人手足的稱號 就用不到半點的反對聲音 要不就說你是中共派來的臥底 要不就叫你不要出聲 就說被對方有把柄捉住 其實同樣的問題 都是建制派顯現著的 大家如果留意一下 當初 陳芳安生的女兒死的時候 有些人說活該死 我想問這些人 陳芳安生死了女兒 你說活該死 那你有什麼資格去批評一些網民 去咒罵李思煙死了在新冠肺炎 說說臨遠而督察 死了在英勇殉職這些事件 如果當大家這些事情 都可以說得出口的時候 這些是一些 死者偉大的價值觀 大家都願意去拋棄的時候 這個還算不算一個民主的社會 還是不是一個進步的社會 是不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我反而覺得是一個獨裁的社會 只是另類獨裁而已 然後我們說第二個話題 就是身在英國的陶傑 發起一個港人 大家一起說一說一個 有哪些很淒涼的理由 他就說英國收費停車場發現免費 所以移民英國好 當然不是 不如一人一個說住在英國很淒涼的理由 媽媽是女人這些不用說了 10月1日在英國不是公眾假期 在英國沒有吃菠蘿油 英國沒有一間Donkey這些垃圾理由不用說 他說要事實一點 以及要有創作性一點 他自己說先 英國的戲院就沒有一些 槍林彈雨式的韓國電影 包括逃難的題材 因為500年來 英國人生活安逸 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 倫敦被宅 這個民族也沒有曾經投奔路海 所以對這些題材毫無同理心 住在英國就要召集一群MIRROR粉絲 去到泰晤士河邊 沒有香港那種一叫就立刻人山人海的方便 反而場面冷清 對MIRROR有一點不公平 第三就是因為英國人以為MIRROR只是一份小報 有眼不識Anson Lo 所以他們CK的廣告很離地 用了一個參加電視摘偶節目 愛情島一炮而紅 叫做JJ的英國模特爾 令人覺得沒什麼感覺 我一直都強調 來到英國 如果你拿BNO去英國 一定要想清楚 公正客觀 這就是陶傑的說法 網民就在下面留言 網民A就說什麼? 他說前兩天剛剛上映了電影 還標榜不得閒死 我的同事還去了人山人海的午夜長看 場內很多人沒有戴口罩 朝早上團結會 跟老闆慎今天沒什麼精神 英國生活真的死都不得閒 還要跟病毒共存 夜生活令人勞累 縱容一些欠專業精神的員工 這裏是真正的鬼畏 可能有些飯節 他應該都是說反話的 然後這位網民更加真實 他說在英國最近要排隊入油 不夠司機運油 去各大油站 已經成為了各大新聞 在 他老公前天排了半小時才入到茶油 已經很開心 英國真的沒什麼新聞 生活淡淡定定 斯網民就說 他之所以延期了BNO 不敢辭遲行動 因為在香港可以住公屋 可以請外傭 想起去英國洗衣抹地 煮菜 都是自己做回額死 又不像才智利認識 欣賞沙翁氣 網民D又說 倫敦地鐵站搬行李沒有電梯 沒有升降機 還要跟一群人一起搶走樓梯 試過一次真的很難忘 但是食物 講超市的食物 價錢很合理 不小心買多了 網民D就說 英國最大問題是天氣 90%的時間不是陰天 就是微微雨 陰陰凍 下午4點天黑人都瘋 如果抱著屠欄的心情去英國 對著壞天氣和適應的時候 很容易產生情緒的問題 我強調就是 我自己也是尊重個人的自由 但是作為一個負責的香港人 有必要 讓大家公平客觀地 去看回移英這件事 曾經有位 這個叫林子博的藝人 他早前分享了他在英國的生活 他就說他移民了英國的時候 他既找不到學校 他找租盤的時候 原來很多當地業主也不願意租給你 因為你沒有工作證明 報學校的時候又要有住址證明 但是住酒店又不是住址證明 你可以租民宿 但是有人說民宿未必可以 他說飲食很不習慣 說每天吃漢堡包、沙律、披薩 有時候他也很掛念香港茶餐廳的豆腐花 粥、油炸鬼和泰國菜、粵菜 所以我也是跟大家說一句 大家也是要有心理和金錢的準備 以及要考慮自己的能力 才決定移民到英國 這就是我的分享